吴卓琳和吴启丽这对母女 人气不高但名气不小 这都多亏了成龙这位巨星 这一家三口的破事 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成龙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而为这个错买单的不是他 而是吴启丽以及小龙女吴卓琳 妈妈偏执女儿叛逆 在大众眼中两人都已经妖魔化了 不过在小龙女吴卓琳的问题上 成龙却因此备受诟病 因为他一个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可以说直接彻底改变了小龙女吴卓琳 和孩子母亲吴启丽整个人生命运 至今吴启丽和小龙女仍然没有从中走出来 相反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吴卓琳和她的老婆安迪结婚后 游手好闲没有固定工作 这一年来生活自然成了大问题 先是在加拿大流落街头 结果闹到吴卓琳发布视频 群霸成龙的地步 之后来到香港又是酒店欠租 每次都是吴卓琳收拾女儿和儿媳的烂摊子 要知道 吴卓琳的这位妻子安迪已经32岁了 如今不光不误正业 还大有依靠才不到20岁的吴卓琳养活的势头 对于安迪 吴卓琳实在无法忍受 因此曾在社交平台直接发文晒照 控制对方试吃免费午餐的寄生虫 可想而知 吴卓琳对于女儿和安迪的奢望之情 两人会闹成这样有两个原因 吴卓琳的妻子安迪是表面原因 30好几的女人好吃懒做 要19岁的吴卓琳来养活她 穷到借钱度日都不忘抽烟 吴卓琳接受吴卓琳出柜已经不易 偏偏喊她上安迪这个吸血鬼 换作是任何一位母亲 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这样的人为伴 自此之后 吴卓琳越来越新回忆了 她虽然知道女儿和儿媳就在香港 但却表态不想再关注 她都20岁了 已长大了 什么事能做到就做到 一直以来吴卓琳的众多朋友都在为她 禁断时间的低沉状态 表示担心 因此在她更薄晒话后 也是第一时间前来安慰她 可是这次吴卓琳却是一反常态的公开发文回应 其实我从来没生过孩子 我女儿不是我生的 吴卓琳此话一出 自然引发网友们的极大关注 大家不免感叹 难道她对吴卓琳的所作所为 已经彻底失望 这十几年来吴卓琳含辛如苦地将对方抚养长大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女儿会变成如今的模样 内心的失望可想而知 根本的原因就是原生家庭是原罪 吴卓琳的出生是不光彩的 父亲一时爽 母亲的任性 这个畸形家庭的罪 全都让无辜的她来承担了 因为是私生女 在学校被孤立 被校园暴力 回到家面对的又是严格偏执的母亲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 又怎么会正常呢